2018年對合庫投手吳升峰而言 成果豐碩 雅加達聚港亞運面對韓國明星隊 主投五局僅十一分 率中華隊以2比1獲勝 讓豪翔贏韓國終於不僅是口號 亞運結束後更是保持絕佳狀況 在豹米花聯盟出賽無場全數拿下勝投 還在十一月底時投出吳安達比賽 寫下生涯紀錄 就是這一年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運氣成分真的很好 因為經歷了這麼多大賽 結果得到的也是好的結果 毋庸置疑就是亞運對韓國那一場 因為這是小蝦米博倒了大金魚 2018年屢創佳績 吳升峰歸功於前年一連串國際賽的洗禮 讓自己心理素質有了顯著的成長 同時也期盼自己能保持好狀況 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我覺得因為經過了前一年的亞警賽的洗禮 在接著來的集訓期間當中 我們去很多國家的集訓 再一路走來再面對亞運更高的等級 所以一直一直在往上挑戰自己的極限 所以無形之中會造成了很多一些壓力 也會讓你進步的動力 目前以武勝占軍聯盟勝投王的吳升峰 表示自己生涯從未拿過任何一次個人投手獎項